今天我這麼奢望你會和他在一起 但我想你知道 當我離開你的時候 我的內心一樣是這麼痛的 那當男主角向女主角 說出一番真誠的話的時候 就會將整個戲推上高潮 而女主角聽到男主角這麼真誠的否白 她的內心也很澎湃的 嘴巴的聲音 她的眼睛就不斷… 還說開氣 是不是賣竅?賣竅就叫我 你哪位? 我和你都不認識 讓我介紹一下 駱先生是恩氏集團的特別顧問 金先生, 不知道恩氏集團 跟我們這部電影有什麼關係? 這個門女就是新來 Natasha是我們公司的新同事 負責司徒這部電影的攝影 駱先生, 你好 我約了人吃午餐, 趕時間 你要賣竅就叫我快點趕快說 快點趕快 司徒, 麻煩你再說一次 沒問題 駱先生 我這部電影是青春片 我打算用多變的例說角度 探討社會上遇到的不同問題 你有問題 你知道現在的青少年沒有這部電影嗎 說明青春片, 你記住 那些女孩子一定要青春逼人 樣子漂亮, 身材好, 這樣就行 你聽我說完才行嗎? 不用說了 這部電影你記住我說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性感 好像那個益界那樣 男女主角有些床上去 實在實在 那你的票房一邊收到 媽媽都不認得了, 是吧? 駱先生, 這樣你會做生意 不代表你會拍電影 總之我保證拍完這部電影出來 有錢給你賺, 有獎給你拿, 好嗎? 你補什麼證, 你補什麼保證呢? 我們是投資者 這麼大塊錢下去 就根本快有回報了 你明白嗎? 沒有,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只是想拿個獎 你拿個獎也是堆填區的 我們本來有這麼大塊錢 都會賠葬的 你… 我想大家都是為部電影好 其實駱先生 都代表了部分觀眾的意見 我想司徒會回來 考慮一下怎麼改劇本 不用他考慮, 是我考慮 如果我不答應 這部電影你也不用開, 明解無 我告訴你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我一個字都不會改 不改, 不改, 不改 不用, 你的樣子這麼累, 全都殘忍 鬼媽, 剛才妹妹的老公 賣竅給金先生 都快說完, 無緣無故殺過 什麼特別顧問出來 一個就被他踢散了, 要很快 你說那個駱賓嗎? 不是他還有誰 像自己在欣賞的黃馬掛 在拿著雞毛當靈戰 我聽你的同事說 說在歌手人欣賢榮出事之前 他是買了夢工程八十個百分之股 之後欣賢榮死了 他大哥欣賢光陽坐牢 這個樂斌就跑來爬文爬武 雖然他實權沒什麼 不過金先生也要給他幾分拼面 現在只當自己時運高 什麼事運都看不到 什麼事運都看不到 對了, 沙姨, 周杜的MV拍攝怎麼樣 總算有驚無險, 沒得到期 你知道嗎? 昨天我來找過你, 但又不見你 周杜就說你和朋友離開了 對了, 什麼朋友?我認識嗎? 普通朋友而已 差點忘了電郵照片給監製 對了, 不說了, 我再做些事 文輝, 你別再喝了, 你喝了很多 你別煩了 我知道你很重視這部電影 但如果想來改劇本 就可以敷衍到樂分, 你就張奏一下 這部電影我才是導演 我不想他教我怎麼拍 文輝, 這個時勢不是那麼容易 找到老闆肯出錢的 夠了, 你閉嘴, 你知道你很煩嗎 這位白內障, 這麼大罰你, 又是你 你怎麼睜得這麼大, 看看眼科吧 斌哥, 你沒事吧? 對不起, 麥先生 我先生這麼大了, 我們走了 文輝 大導演就是大導演, 果然有性格 那就難怪了, 要不然 哪裡拍到創下香港票房紀錄的電影 不過是創下最低票房紀錄的電影 是嗎? 閉嘴, 你以為你真是甚麼特別顧問 你真是殷勢, 你只避免一隻狗 文輝, 你喝大了 走開, 別吵著我 你是不是男人 連女人也打 是我, 我就疼著老婆了 將來武器開朗 也有軟飯吃, 是不是? 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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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人 你有錢, 我這麼大小便被人打過 你都沒死過, 你不用自然開氣 我花多錢都好 我要全世界知道 誰得罪我浪畢都沒有好人之過 玉貝, 反正你都陪我來了 不如你做個身體檢查吧 不用了, 我這麼健康 這裡的醫生很細心的 正義也是找他做婚前檢查的 不過沒多久就和阿智晴分手了 醫生, 我先生才十個月在這裡 做完身體檢查 報告出來說他很健康 為甚麼?他無緣無故暈倒了 進了醫院又說他有沒有奇哥 也不可以 蔣太太, 如果查出我們的醫務所 出床, 我們一定會負全責 由醫家起, 會有我親自金鑽掌生學病 真可憐 不過幸好, 我正義一直都健健康康 莎姨, 你的藥 真是一劑比一劑難喝 苦口良藥, 你知不知道 難喝才證明藥有效 你喝完這劑就完成了一個療程 你多喝幾個療程, 保證你弱到病脫 不是吧?還多喝幾個療程? 放心吧, 這個神醫樓浮山 很有名, 你知不知道 人們說他可以起死回生的 人們說他, 誰說他 是死了那個還是回生的那個 還會說難, 就是說藥有效 神經病 神經病 神經病, 幹甚麼? 這個不是這麼耐心的嗎? 你在流鼻血 蘭姨 那些東西我放在這裡了 我不進去了 我約了人了 我走了 不准走啊 你整個早上神不守舍 一定有點不妥 告訴蘭姨, 是不是靖兒欺負你 沒有呀, 不是呀, 不是呀 還說沒有? 不用怕呀 有甚麼事跟我進去 跟靖兒三口六面說清楚 不要呀, 蘭姨 跟我進去 你們幹甚麼呀? 姑媽, 佩佩 靖兒 你們幹甚麼呀? 你…你這樣怎麼對得起佩佩 蘭姨, 那你要聽我解釋 你真的要聽我解釋 這樣… 不用解釋了 我覺得這件事一定要說出來 你真的要說出來嗎? 你想清楚才好 我覺得這件事, 無論如何都要說清楚 我覺得姑媽和佩佩 應該有權知這件事 是呀 沒錯, 我和莎姨的確是拍拖 甚麼呀?我和你拍拖 臭虎總需要見家庸 你也認了你拍拖 莎姨, 是真的嗎? 你問靖兒, 我真不知道怎麼說 你們甚麼時候開始呢? 我甚麼時候開始 就是和芝晴分手之後 莎姨關心我了 關心多了, 關了, 關了, 關了 我們倆就拍拖了 傻姨, 是嗎? 蛤? 不是 有些事情發生起來 真的擋也擋不住 沒錯 擋也擋不住 我自己也擋不住 真的冤孽 我沒有眼睛看了 你現在看的是 TVB USA 官方頻道 劇集《精彩辯論》 每天不斷放鬆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